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但车可以改变时间 左转 右转 执行 去寻找远方的答案 我是王自如 用科技手段改善出行的生活方式 体验真实有趣有用的极致挑战 享受每次改变 极客行 今天是去小米的发布会 这是小米可能有史以来 最大一场的规模发布会 豪手8000人 我穿的西装格式 这个行头也比较配这款车 叫做西装暴徒 就感觉说它在优雅的盒子里面 装了一个非常具有狂野性格的野兽 做模式 应该是个系设定 舒适模式 做我们丁加和赛道 舒适模式 不管你怎么踩 它的转速最高也就去到四千湖 舒适模式是非常civilized 很文明的一种驯化的东西 运动和赛道就不一样 哇靠那简直 就你给这么一点 就油门踩这么深 蹦着它 塞道摩水锅 每次都是到了红区 七千到八千转 直接蹦 再换挡 510匹的马力 700牛米的扭矩 这个数字是很恐怖的 随便点一下 蹦就穿出去了 我这回在车上放了好几百块钱 够让我交高速费交易阵的了吧 太尴尬了 我前两天 刚提车的时候 在高速口会别人借钱 简直 我一开始以为 我取一千块钱 怎么的也不得用个两三个月 要交高速费什么的 后来发现用林牌 简直太适合了 烧钱了 家里边停车一晚上35 公司一晚上停车35 结果一天就一百块钱 然后一千块钱 也就一两个礼拜不到吧 就完了 妈妈 回来哪呢 我回来了 抱一下妈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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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眼睛是啥事 谁想我去摇摇 我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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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到这辆车有什么区别吗 它这车比标准的 就我们叫普通的这种进口的CG Coupe 要宽个大概六厘米左右 一边三厘米这么多 你别觉得这很小 其实其实要很多 因为它加上弧线 加上整个车的这种造型 它会让你感觉视觉有一种更宽的延展 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就跟一个男人的肩膀一样 这块看起来更加的大气一点 对 你看到吗 你这个 我很远就看到这个车 它是一个蓝光像一个线一样散出来 然后之后就是白的 一会儿就变了 最后那个灯全都亮了 那种感觉挺炫酷的 王教授这么美呢 我上车之后我就把Gopro按砍了 其实那个红灯闪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这个家里边家长 他对这东西不敏感 你知道吗 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拍还是没拍 然后对他就表现很自然 就像那个飞机在跑到马行 马上要起飞了 霧霞那种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 心灯提着 妈 你闻不在车里边有个香味 你又带香水了 我没带香水 我把那个香薰看看 这玩意儿安全吗 什么呀 就是人关注点确实不一样 然后我们还关注香薰的安全 那就是它自带的香水 这是车带的 车带的 那些 所以其实奔驰里边自带的这一套香薰系统 它整个首先那个香薰原料 它那个小玻璃瓶 它是一个密封的 它通过里边这个香薰系统的微泵 直接把里边的香料提取出来之后 再通过空调的气流通风管 把它释放到整个车里空间里边 所以说它肯定是要更加柔和更安全的 而且没有那种刺鼻的味道 我们一坐这开时间 我开一个小时我腰疼 你后面变了 不是 它就是变太高了 老姐这么坐着开 板板 对板板坐着开 但你有的时候 你弯一点就感觉不得行 我拉的一些人 第一个是我妈 第二个是Frankie 然后还有公司一些同事 有时候加班晚了 我会开车送他们回去 对 喂 喂 Frankie 在哪儿 我的公司 我在公司楼下 你下楼咱俩去多一圈 好的 等我一下 好 拜拜 OK 那你之前是跟谁那个呢 之前看的是谁 就我妈 好 对 回家之后大家去走我封门 溜一圈 你这样 喂 太怕太大 喂喂喂喂喂喂喂 有点 有点感觉 你发现他 发出的那种声音 就好像 输者老鼓的声音 你看他怎么冲 这个怎么冲 冲起来 哇 杀死我 你知道吗 但是有很短的距离 里头 才把那个车站出的超级快 就是我看的那个路 是一条极限来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看到Race模式的时候 你的速度和转速转高的时候 你把窗户摇下来 你明显的听得出来 Race模式和Sports Plus 好像那个回火的火花 在排气的腔体里面 会有反复的红转 看的车以后呢 我就觉得 嗓子疼你这样吗 就是因为有一些地方 你就觉得 就是你会有点复习困难的感觉 就是你在车上 我才敢怎么看 我妈在车上 我都管怎么看 我妈看这些地方 是的 如果电动车 它就有可能挂到你的车 就是如果那种多顶 你怎么解决 什么多顶 就是给它的车门订了你一下 哦 OK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车的这种 关注和爱活的点 可能是在骨子里的 他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一般来说 司机那一侧开门 是比较小心的 大家都有经验嘛 乘客就是这样 也容易这样 所以你贴了膜的话呢 反正会保护的好一点 但是它如果真的把你的车 板筋件 磕一个坑出来 对 那也很难搞的那膜 其实汽车贴膜隐形车衣也好 或者叫车企保护膜 其实隐形车衣就是车企保护膜 它其实跟我们贴的手机膜 你想贴膜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你想保护它嘛 前面那个进气扇的地方 撞死了好多虫子 你不可能有时间 永远去特别极致的店里面去洗车 就是表面上有狮子的刮碰 那种东西你是没办法 喷回原厂的样子 所以你肯定得保护它 所以我说要不是哑光漆 可能我选的不贴了 就裸奔了 但是 哑光漆你为了保护它 你就必须得贴 所以我觉得贴膜这件事儿 几乎是必须的 其实我选的这个 是龙膜的这个 最top的 它们的这个哑光膜 这个膜的特点就是说 它表面上还有一个 非常致密的一层涂层 它可以让这个膜变得非常柔软 所以这是你感觉手上柔软的原因 它变柔软的只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韧性会更好 比如说石子撞上去之后 它不容易那么把这个膜刮画 OK 第二个就是它贴的时候更容易贴合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它有了这层coating了之后 它的韧性比较好 稍加温度的加热 它就可以把一些划痕 石子撞的一些东西呢 就可以自恢复 我在贴的时候 它们有一个展示的样板 就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车的引擎盖 这一边贴了膜 这一边没贴膜 拿一个铁刷的刷 刷刷刷刷刷刷刷 你就发现膜和这个盖都花了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小的加热的机制 它一加热 然后你从阳光一反光 你一看 哇有膜的那一面 那个我们叫法丝纹 就真的一点一点点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里有多长时间 它能没有 多高的温度 他说其实不需要 太阳光直射的温度就可以 就可以让这个膜消失掉 它只要这个膜 它在一定的加热情况之后 能够自愈 就是它能够融化掉 并且两边断掉这个东西再重新连起来 它不就看不见了 西丝就看不见了 所以它有个自修复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膜 特高科技的一定 就我觉得 什么叫科技生活方式 科技生活方式就是 你要把科技手段 作为改变和解决生活当中 一切问题的第一优先手段 所以我贴一个膜 我肯定不能随便贴膜 我得找一个科技含量高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找这个龙膜 那个膜还是 我觉得贴这个膜的效果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第一个我担心它那个漆面的质感 但是我回去 我两天之后 我看完那个膜 贴完了之后 我完全看不出来 但你摸上去 你就能感觉到 因为摸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车表面变软了 就它真的会软一点 它有点更加亲肤类的质感 它感觉和手上的皮肤更加亲和 然后再加一句 一定要贴隔热膜 尤其是在南方 太热了 我去 简直了 我感觉贴完了隔热膜之后 我感觉这个车 虽然里边还是热的 首先强调一点 甚至这个太阳 我觉得一般的膜肯定搞不定 不是说我这车开空调20度 我走了之后 半小时回来还是20度 你那贴了膜不是冰箱 你懂我意思吗 它还是会热的 但是你明显感觉到 是烫屁股和温暖的感觉 你明白吗 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车衣和这个车窗的隔热膜 我觉得第一是保护隐私 第二就是从实用性来说 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反正至少从我这次贴完了之后 我感觉龙膜还是没选错 当然也挺贵 点击 点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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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